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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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这鱼是腌过的 味道不中哥哥的意思 字幕志愿者 这补鱼的主人不来 我们也不敢动 因此我也有好的鲜鱼 那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来 兄弟 不必麻烦 兄弟 不要麻烦了 哥哥哥哥 哥哥 clos 兄弟 他生性如此 如何教他改德 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喝酒 来 哥哥 喝酒 你死的不要 你太少了 姐姐 你 你这阿货鱼 给他来两个 我可做不了主 问安主人家 问什么你熬主人 先给他来两个 你 我说你干什么呀你 干什么呀你 放下 来 来 黑蛋 给我站住 你哪里来的 既敢在我这里抢鱼 反哥哥要吃鱼 谁也管不着 我关你哥哥是谁 皇后 来呀 跟你去吧 来 有本事给我来 大鱼子 站住 去啊 来 大哥子 鱼在这儿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鱼在这儿 快去啦 过来呀 来来来来 在这儿呀 你 你 过来吧 啥子 在这边呢 你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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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娱乐 哈哈 pare ホホ 小哥 你的鱼来了 多对的 水不要 Elekt勇的 来 趕进去 这不是李徽兄弟吗 不要瘀了 带东兄弟 快叫人帮忙 降下去 李徽兄弟会没命的 收到 周兄弟 这白汉子是谁 这个团案是卖玉之主 他叫张顺 张顺 莫不是浪里白头张顺 对 也就是他 快啊 快跟他说 我有了他哥哥张和的书信 张二哥 张二哥 快快住手 有令兄张恒家书在此 这黑汉子是我们兄弟 你先帮了他吧 上来说话 停 把他拉下来 大院长 数小都无礼了 多谢张二哥 手下留情啊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 是你的兄弟啊 来 黎徽兄弟 黎徽兄弟 你看看 让他来买鱼 却跟人打起架来 黎徽兄弟 你没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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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二哥 你可认得我呀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 只是无缘 不曾败见 张二哥呀 你可认得这位兄弟 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小的 当然认得李大哥 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今天你焰 焰得够呛 好好好 你们两个亲番做一个至交的朋友 兄弟 哎 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 握个手 言和吧 这就对了嘛 是 张二哥 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在下不曾见过呀 这乃是黑宋江啊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吉士与宋江宋雅寺 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 后来在寻阳江和沐红相会 得与令兄张衡 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 我放在营中不曾败了 松江今日得与三位豪杰 三生有幸啊 哥哥 哥哥 停 好 今天就练到这里 谢谢独头 谢谢独头 五独头 白师傅 有什么事情 独头 请进一步说话 独头 这是管迎施家施公子 给您的东西 他让我转告您 千万多加小心 他估摸着 这张独尖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那你是五独头 您放心 我原来也是劳城的人 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 我白儿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 现在施公子进独尖府不容易 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 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 我也会帮您转答的 那谢谢白儿哥了 别客气 往后待在这府里 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 这都监府里 大多是张都监的爪牙 一帮子砸碎呀 放心吧 五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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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独头 不就一藤花吗 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是 五独头 原来您在这儿啊 怎么着 您这打虎英雄 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 都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 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哦 都监府 您先忙着 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那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跟你去 那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都监府啊 您放心吧 我都监府 去 去 巡洋楼 我在运穷县市就听说 江州的巡洋楼最有名 原来在这里 我尽一到此不可错过 不妨上去看一看 走一遭 好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 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 我家乡 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 却无 此等景之人 却总将 生在山东 长在运城 学历出身 我总将 生在山东 长在运城 学历出身 明啊 如今 三巡之上 明又不称 力又不救 却被 磕了双脚 发配到这里 家中老父亲 和兄弟 何时才能相见哪 父亲 兄弟 来 咱 干一杯 咱 何不救疏于此 倘若他日深容 再来经过 崇易遭 一记岁月 想 想今日之苦 拿笔墨来 优优独播剧场—— 好 痛快 心在山东 神在吾 飘鹏江海 难皆虚 踏实若碎 凌云至 敢孝皇朝 好 过账户 过账户 优优独播剧场—— 好 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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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人 五都头来了 快快有请 请 见过大人 请坐 谢谢大人 下去吧 是 五都头啊 你到本府 也有半个月了吧 嗯 怎么样 生活得还习惯吧 承蒙大人太爱 来 武松感激不尽 五都头客气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哪 大人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不 这是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 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哪 牵涉到我 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 还请张大人明示 说来话长 本官到这孟州道 也有三四年了 本官现为朝廷三平大员 就这份功名 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 拿命换来的 不比那些文官 靠的是盈盈狗狗 钻刺巴结呀 本官是一介武夫 自然不愿意 跟那些穷错大大交道 由此便种下了祸了根 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之州 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 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 文不能安邦 武不能定国 反在官场钻营方面 却很有依靠 他到孟州之后 处处为难本官 寻西找茬 本官一再忍让 他却得寸进尺 便本加厉 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哪 蔡经的学生 大人 大人 你可否立举一二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 就不必提了 就说这次找你进都监府吧 说心里话 本官与你结交 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 忠勇不二 我被五人惺惺相惜 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啊 承蒙大人太爱 武松惶恐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 那臣众谋 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 密告本官 说是将你收在府中 是什么 暗序死事 图谋不轨 要蔡太师知慧本官的上限高太尉 连本参合本官 这 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原来是这样 大人 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还请你把武松放回老城去 回到老城 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不 本官告诉你这件事 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 我也想过了 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 邪嫌报复 即使没有你这件事 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 来为难本官 幸亏本官的上限高太尉 对我不错 他把奏章压了下来 我就不信他那个邪 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大人 武松让你费心了 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 得罪了芝州大人 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啊 我这么做 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 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 那个陈仲谋 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 实实在在的害民贼 他到孟州之后 科捐杂税 挖地三尺 百般盘剥百姓 弄得民不聊生 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 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 为民除害 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 我也是空有杀贼制 恨无杀贼身啊 像那些狗官 朝廷留他有什么用 大人 何不参他一本 也好让朝廷 撤得那些狗官呢 五都头啊 你以为人忠厚心地善良 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 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 下劫胡盆狗党 盘根错节 哪里是动得了的 这宋朝的大好江山 难道就要毁在 这贪官无力的手上吗 我恨不得 找几个江湖好汉 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 还孟州百姓 一片青天立日 不说了 不说了 大人哪 有何为难之处 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你是想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 为人仗义 而且武艺高情 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 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 我可以叫他们来 这个恐怕不妥 恐怕不妥 大人有何不妥呀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 这本官是知道的 但其中难免良有不齐呀 毕竟本官此举 是伸张正义 为民除害 江湖的弟兄们 自由散漫惯了 怕口风不严 一旦泄露出去 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 而且 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 比如 你的把兄弟施恩 施公子 施兄弟 对 我看此事啊 还是暂时罢了 武都头啊 最近和玉兰姑娘 相处得怎么样啊 三姨太 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 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呀 大人哪 我只是一个配君 本来就有死无生 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 成蒙大人的抬爱 武松无以为报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 我可以将那些狗贼 私下接过了 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那怎么行呢 本官与你结交 是把你当作自家兄弟的 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 做这种事呢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啊 大人 我为兄报仇 把西门庆给杀了 自打惹成这人命官司上身 从此之后 我再也没有什么蛇王了 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 只要谁真心诚意地 拿我武松当朋友 我一定两肋插刀 火里火里去 水里水里去 绝无二话 好 好 有武都头这番话 从今天起 你我兄弟相成 武松怎敢 与武二话 来人哪 今晚鸳鸯楼百宴 我要与武都头一罪方休 客官 客官你想买什么 你看看 这个多少钱 这个三万钱 你怎么来了 都头 老爷让我伺候你 泡过脚之后 再做歇息 玉良姑娘 我自己来吧 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你别不好意思了 好 姑娘 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不 不是 是我心甘情愿 给你洗脚 武都头 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姑娘 你说来听听 还有那三姨太 为什么总是打你 以前 家里还有几处生意 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可是后来 母亲死了 父亲自暴自弃 成天酗酒赌博 不出几日 家产房屋 树的金光 后来 父亲死后 为了给他买口棺材 所以我 我就 来 把他领回去 是 大人 来 走 来 月兰 你别怕 我 会好好待你的 老爷 老爷又带回来那小丫鬟 长得跟妖精似的 一脸红媚相 贱人 太太 太太 哎呀 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 不好吗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 是要一个贱人来伺候我 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 你送不走 送走我跟你没还 笑笑笑笑笑笑笑气啊啊 这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鸡上去 你送不送 你这个破妇 快点 那 月兰姑娘 你不要伤心 好人会有好报的 五都头 我不求什么 我只想离开这里 一辈子伺候你 可我是一个 带罪至深的犯人哪 五都头 你先休息吧 玉兰姑娘 先坐下吧 我有话要对你说 玉兰姑娘 我来杜奸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 我看得出来 你对我是真心的 你的心意我明白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 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 我也不知道 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 你的好意 我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 所以 我去街上 买了这个簪子 希望你喜欢 既然喜欢 我就帮你戴上吧 二弟啊 你看看 你们你们聊 玉兰姑娘 大姐啊 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你看我这记性啊 也是啊 我这记性现在是越来越差了 这个啊 是我呀 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 是让你呀 交给玉兰姑娘 让玉兰姑娘 给你做几件衣裳 大姐啊 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 给我做衣服呢 这个 你还是拿去吧 那怎么行啊 这女人嘛 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 这才叫过日子 要不然 这门青事啊 我是不同意的 拿着 明天一定要拿给她 让她给你 做几身和身的衣服 这个 不要这个那个的 就这么定了 今天啊 你就好好地睡一觉 什么事情都别管了 这 我 不要在这的那的了 就这么定了 大姐啊 过几天就回去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 好 我先走了啊 铁牛 乃铁牛 什么时候了 还睡得这么安稳 出大事了 出大事情了 铁牛 公民哥哥出事了 什么 公民哥哥 在巡洋楼上写反事 被人告发 需要砍头了 哪个狗才敢杠哥哥 是那个充判 黄文炳告发的 这个天杀的 请到戴宗哥哥 为了救公民哥哥 也被关进去了 还依啊 你别说了 现在你就按哥哥 快 天忠 不可 都什么时候了 什么可不可的 没看到 建篮外面 有这么多士兵吧 那又怎样 这么多人把守着 就比你我 怎么能冲进去呢 就算冲杀进去 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那你说咋办 我已经知己 只有求助水泼凉山的英雄好汉了 天忧 你在这劳城外看着 千万不可乱来 嗯 我现在就去水泼凉山 找朝盖哥哥 那你要快呀 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五渡头 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想当年 我追随先帝爷 扫北征辽 出征万马军中 出生入死 才换取这份功名 五渡头 论武功 你远胜于我 将来时来运转 平步青云 也绝非奢望 哪里呀 哪里 大人 您是过奖了 五二我只是一个配军 戴罪之身 可以保住这条性命 已经算是高天后土 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哎呀 五渡头 说哪里话 英雄不问出处 想当年汉高祖刘邦 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 他却成就了汉家四百年的江山 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 观音城也曾亡命江湖 最后 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伪业 大人说得太好了 葡萄头 拜托了 大人 您是说 正是 为民除害 为友分忧 全在今晚 全在这把刀上 大人 多谢您对五二的信任 刘龙礼报 属下在 属下在 今晚 你们陪五渡头一起去 一切听从五渡头的吩咐 是 兄弟 哥哥为你撞刑 大人 您静候佳音 好 走 走 大人 您看这 人为欲蚌 我为渔翁 此人 若能为我所用 倒不视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这倒是 不过蒋门神那边 蒋门神算个屁 两人相比 武松是只虎 蒋门神 势头猪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小心火烛 怪呀 这么大的舟压 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 停着 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 你们两个老老实实 给我在这儿待着 哪儿都别去 知道吗 都头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那我说的 你怎么办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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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淑办 您来了 是 怎么样 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写好了 请大人过路 好 很好 就怎么办 眼看汉情越来越严重 咱们不能坐着等了 把这个布告发下去 告知四乡百姓 该打井的打井 该挖渠的挖渠 别尽干那些烧香拜佛 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是 眼看就要秋收了 这天哪 再不下点雨 今年的粮食 可全要汗死在地里了 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粮都不能少啊 哎 难哪 大人 话是那么说 可民间千百年来 这冯汉其语 玉烙败龙王 一成定力 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我又没 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 可是拜这拜那 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 这打井挖渠是工艺 每家都要出劳力 两丁筹一 四丁筹二 以此类推 这就是我的仗程 谁敢违抗 就是跟朝廷过不去 跟我陈中谋过不去 那我就敢把他 拿来大行伺候 是是是 大人 在下 有几句话 不知当讲 不当讲 你说 我劝你 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 过不去了 怎么说 甭管怎么说 你们都是同城为官 要以和为归 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 您作为周官 本不负监察之责 何必要无事生非 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抗书吧 在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 为官者 五分文武高低 吃的是朝廷俸禄 吃着百姓的钱粮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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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 李宗盛 李宗盛 bee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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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 一 tell 你今天 孤盛 谁 堆尽花融却 云子更有晴朗 配一对好姻缘 谈云云 多作弄 是世界无常 看若花是流水中一场 漂亮穿越 想见不见 想见不见的爱 一种说欢笑的滋味 如梦似幻的情景 热出一片片就是记忆